聚致創新與時要盡 雙和醫院生根在地長達10年 29日上午舉辦隆重的願慶典禮 現場灌溉原籍 民意代表以及當地士生 也都特地到場恭賀 場觀學界代表也都清零現場 雙和醫院院長吳斯曼上臺致辭時 也特別提到未來雙和醫院的新展望與新規劃 雙和醫院當然在下一個十年裡面 非常重要的是我們正在籌建中的 我們收醫基地 那這裡面有所謂的教研的大樓 就是有教育研究的大樓 還有我們的生技 生技轉移的大樓 雙和醫院還是要秉持 以病人為中心的這樣一個宗旨 那我們要提供最好的醫療服務 加上我們要連結所有社區的所有的醫療力量 形成我們很強大的醫療網 民進黨西梅市長參選人蘇貞昌也特別到場祝賀 在聚詞時也特別感謝當年的工作團隊 如果沒有呂方菸市長的今天儀貴 也不會有當時的宜山蓋醫院 未來如果當上市長 雙和醫院的二期三期工程也都會加速進行 讓當地的居民有更好的醫療環境 雙和醫院因為各位做得這麼好 我非常感謝 雙和醫院應該2.0 就如蘇貞昌2.0一樣 我覺得後面的醫療延期應該要加強加外辦 在典禮上雙和醫院也特別感謝辛苦奉獻的醫療團隊 吳院長表示感謝無數先進、夥伴、歷任院長 以及同仁的付出 為雙和下一個十年奠定雄厚的基礎 未來會興建教學研究大樓以及生意科技大樓 朝新北醫療升級城的目標邁進 中文家新聞 林卡君 綜合報導